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下午时间 前几天 华杰日报报出来的中共网络黑客 有一个盐 塑水的盐 盐台风 这样一个他们取名叫盐台风 一个这样的黑客组织 中美国Verezon AT&T 电话电报 这些移动和网络公司里面的相关的数据进行偷窃 以及网络攻击 导致美国很多司法授权的进行某些司法调查的监控 或者是监听的这些所有的内容被中共给获取了 这个事很大 美国众议院请中共特别委员会开始进行调查 我们听听阿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分享一下 这个事情果然是玩得很大 而且陆登你不是在节目里面已经爆出来了吗 说他们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说截获这些通讯数据和信息 那么现在也已经不难看出就是说 整个就是说这些民用的系统就是不管是Verezon也好 还是AT&T也好 他们肯他们里面确实存在有漏洞 而且这个漏洞的话 你因为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和平年代不是暂时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些设备或者说怎么样的话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公司都是私人的 你运营这些东西 你毕竟你要考虑到成本上的开销以及运营 包括基础设施维护 但是之前又跟中共是这种盟友关系 你看作为一个正常心态来说 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商人的正常心态来说 那我肯定是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东西进行采购 对吧 那就不可避免的用到中共这些有后门的东西 然后现在开始这关系 因为它很多交换机什么的 你看其实以前都是华为代工的 包括英国也是 英国电信很多东西 我是从来不用他们给我的那个路由器 我知道他们都是华为代工的那个东西 因为你拿到以后 你一看你就知道是 包括就是那个路由器的那个系统界面 你进去可以看到浓浓的这种 就是感受到浓浓的这种华为的 就是中共国产的那些 那些那些气息 你知道吧 就包括他们的界面设置啊 或者是怎么样 虽然说都是英文版对吧 然后 然后 所以说啊 你知道就是 这些地方都是 其实都是中共在 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 已经布局不好 然后买好的雷 然后直到现在 就跟 就跟那个嘛 就跟我们之前也说过 江他们在的时候 江和湖在的时候 这些东西有 对吧 但是他们不去搞 不去激活他 就是说说 你这个东西 你知道不要去惹美国 然后习那个猪头 都不一样 他上来就阴惹尽惹 把这些东西全部启动了 其实 我是觉得 这些东西他有 但是他有可能在 江和湖的那个时候 这个体系 因为他 他不去 不去重视 他这个东西的发展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说 他就做了个半吊子 二百五就没有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做坏事的体系 做到极致 或者说做金 那么习这家伙一上上来了以后 然后他突然觉得说 哎 我们有这个东西 干嘛不用 就已经可以用 那么好 你用 你这个东西 其实是个双刃剑 你用了以后 你肯定被人抓包 对吧 你看现在 现在他不管 他是什么样的技术 就是说 移动基站也好 或者是暴力破解也好 他不管 但是你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系统 你那个黑客 什么是最高明 最那个 最牛的黑客 就是说你黑到人家系统里面 他可以把他的痕迹 全部抹掉 你根本你就查不到 你知道吧 所以你要花费 很大很大的力气来查 这种是他们黑客 他们比拼最 比拼那个技能高 高低的点之一 所以你看 但是 但是中共那套体系 他们 就是说 以中共的一系列的这种 一贯的做事风格 这种就是 假骗偷啊 就是 急功近利的这种 做事风格来看 他 他搞这个黑客 他去 他去偷人东西 偷取人数据 他去干坏事 他都 他都干得不精 不专业 那么 那么好 你看 你这样一干 你本来这个技术 也就不是你自己的技术 你是基于别人的技术上 那么你这样子一干的话 你很容易被人抓包嘛 对吧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事情 也 也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就是说 你一定要让他干出点啥事情来 造成一定量可控的伤害 然后 你再可以 坐实了 你再可以抓他 然后再可以对他采取行动 不然的话 你这说出来 对吧 就包括我们之前讲病毒的事情 人家也觉得我们是阴谋论 好的路的 好 这里 那个 二先生能不能分享一下 今天 特斯拉 发布的这几个东西 你怎么看 新 几个新产品 是不是划时代的 你是说 机器人 无人家 出车 还有无人家 的一个万 你怎么看 那个 那个东西的话 其实 之前也已经消息放了 也已经有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但 我是 以我在 这个IT领域 做那么多年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 他发布这个东西 说明一点 是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 而且是可以商业化落地 是给这样一个信号 但是 你要知道 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 现在就立马已经很成熟 已经很 已经马上就能够拿来就用 这个绝对不是的 我举一个什么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我们每个人用的 每个人用的Windows系统 为什么微软 他每一次发Windows系统 他都要搞得阵仗很大 包括像苹果一样 对吧 发一个手机 然后或者说怎么样 他都要宣传 都要怎么样 因为他这个是出于他的商业目的 就是说他要 总归要弄一点新东西 让你去用 让你去再次花钱 但是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就是两说的事情 就Windows那个东西 你别看他 每一款 就是说 我是一直都不用 他最新的产品 我直到他 这一代产品 就是说终结了 说我再也不更新了 然后我再去用 因为他们出于一个什么目的 就是说 包括我们 我们行业也是 他发很多吹了 发很多 开很多发布会 他总归拿着这些最好的包装 最精美的这些demo给你看 他不会拿一坨屎来给你看 因为他是需要市场去认可 需要就是说 大家去关注 然后去开始进行下一波的融资 进一步把他的产品优化 这个是出于多重目的 而且他 这些demo的很多东西 他是可以 里面可以做 里面可以有水分的 你看他比如说 你说无人驾驶出租车 OK 他里面 比如说他正好八经的技术 是有70% 但是其他30%有可能是 还不成熟 我还不稳定 所以我用一个巧妙的方法 比如说 我就让他的车 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路径上面开 这个样子不会出错 而不是说 我直接一个谷歌地图导进去 让他直接从A到B随机的开 这个肯定不行 你知道 这个对于一个展示 对于一个产品的展示来说 风险是实在太高 所以你看 就是说 这就是说 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就是给人一个感 一个信号 就是 有一个新的东西 马上要推出 而且 特斯拉告诉你 这些东西是 可以实现的 可以商业落地的 在不久的将来 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信号 好 鲁德 其实现在还牵着的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 这种无人驾驶 这个 各个 各个城市 各个地方 法律上有不允许 这是什么关键 卧槽 是不是 包括出租 对 这个后面牵涉到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法律 还有就是交通规则 你说这个 正二八经的无人驾驶的 那个出租车上市 你是不是要专门给他一个 一个 一个车道 就是说你无人驾驶出租车 你只能够在这个上面开 对不对 万一出什么事情 你不是就造成交通混乱了吗 那个 那个很简单 对啊 这里头 比如无人驾驶 如果出车算谁的 找谁去赔啊 是不是 对 找特斯拉 你看那个 前几天 那个 不是前几个星期吧 那个湖南什么 不就出了 那个中共国也在搞了吗 那个什么 无人驾驶出租车 结果不就乱成一锅粥了 叫那个什么 叫 叫什么 我一下子忘了那个名字 反正 是的 湖南还不知道武汉 对 在武汉 武汉就 就 就 就遭了惨嘛 就那个车就 就撞了人家 然后结果就 那个造成交通大堵塞 然后 他那个车因为无人的 他撞了别人 别人也开不了 他那个车也移动不了 他就直接就锁死了 你知道吗 哎呦 天哪 这个 这个 而且后来他们不是爆出来吗 说那个 那个什么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他其实就是远程遥控 他就 其实背后他有个中控室 对 对 远程遥控 远程遥控 是啊 这里头还有数据啊 所有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 数据手机啊 这个数据 你就对 对那个机器人 那你就怎么样 啊 机器人我倒没 我倒没那个 仔细看 因为 那个机器人可以在你家里帮你打扫卫生啊 那种啊 两三万美元 是吧 煮煮咖啡 炒炒菜 不知道能不能 是不是啊 对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概念 然后他可以告诉你听啊 这个东西 原来你是在科幻电影里面 或者说科幻小说上面看得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在未来的不久将来可以实现 就比如说 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扫地机器人嘛 其实也是机器人一种 对不对 那已经可以你家的 随处你都可以买得到 他只不过这次 把机器人变成就是人形化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都有了 你看90 路德你记不记得在2000年初的时候 本田已经做出来第一个人形机器人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 是作为一种走 作为一种秀 对吧 然后你看着觉得好玩 只不过现在随着那个年代往后推 然后科技的进步 然后马斯克他们这个公司就开始说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商业落地化 但是我觉得至少能够形成 比如说像什么 像iPhone这种普遍推广开来 或者说像特斯拉的那个电动车 这种普遍推广开来 我觉得至少还得要五到十 保守估计还得要六七年左右的时间 路德 是的 还有那个我看到悟空那个游戏 说漫了几十亿 总共他投资三亿人 中共现在大肆宣传这个 你怎么看这事 中共的宣传你就不要听了 对吧 因为首先第一 中共的宣传你至少腰斩 然后去听他的 他这个东西你说卖的好不好 肯定好 他能收回成本 我觉得本应该是收的回来 因为你不说别的 你就看他制作的这些 就看他的这个产品的 怎么说呢 就看他这个产品的质量 其实是可以 可以过得去 但是至于有没有那么高的销量 中共的话你是肯定不能听 但是我建议大家去找哪里一个参考数据比较好呢 去因为他在索尼的PlayStation上面发布 索尼的PlayStation上面发布 他首先他是有两点 他第一 他审核你 他不是他审核 他不是审核你游戏内容 你发什么游戏内容都可以 好不好玩都无所谓 他是审核你 你的游戏能不能够顺利运行 从第一关跑到最后一关 你不能够玩了一半中间 给什么当机了 这个是索尼是他绝对不允许 在他的平台上面 发这种游戏的 他必须要下架的 就是说你 他能够在索尼的平台上面顺利发布 说明就已经是 就是说他这个游戏 这个产品没有问题 他可以顺利跑完 也可以就 这样也就可以让他 可以卖 对吧 为什么我说索尼比较准呢 因为首先第一 他不会做 就是说数据偏差不会很大 不太会做假 因为家用主机的用户量的数据 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一个用户阶层 对吧 然后他第二个发售平台是在steam steam上面那个数据就不太准确 因为为什么 steam上面那个是谁都能发游戏 你知道就就你是一个你在家里面自己做个游戏 你随便怎么样网上发你都可以 这个就就很很多游戏就烂发 你知道在steam上面 但是然后他的那个steam上面的 下面比如说卖出多少或者说有多少评论 他这个玩意他是能够灌水的 然后 playstation上面是灌不了水 因为他是一个如果说有游戏玩家 他我们熟悉的话 叫 playstation network 他是在这个上面发 因为他没有发硬拷贝版 什么叫硬拷贝 就是光碟版 他只发了少量的光碟版 那个说是就是那种就是 金装版本 你要花多点钱 你可以买他一个金装 然后再送点小礼物给你 这个这个是很有限的 但是他发的是就是说叫digital download 就是说下载版本 因为现在现在那个游戏机都可以下载 他这个是有是有那个公开数据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去看 看了以后 然后再去对照中共的那个发布的数据 你就大概知道 他这一次的制作是亏本 还是收回本 还是大概能够算得出来 他赚多少钱 好的路德 好 谢谢阿尔先生 精彩分享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